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这座扶苏墓外 附近 石门山东峰顶 也有一座扶苏庙 名统一至在 扶苏墨于此 故地庙寄之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的扶苏墓 墓周围平坦开阔 四周山巒环绕 风景宜人 环境幽静 据说墓中周围生长有多种药材 寄托着人们对忠孝善良的扶苏的怀念 好多人认为 扶苏于衷 于孝 弱弱 所以才会自杀 我觉得不对 这和史皇与扶苏之间 父子沟通交流少有关系 自古至今 父子之间容易产生疏离感 因为交流少的缘故 特别是父亲 对儿子要亲切 对儿子的关心不仅做出来 还要说出来 作为儿子要理解父亲 体谅父亲的难处 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 从扶苏的名字整容看出来 史皇对这个儿子寄予了厚望 扶苏扶苏是古人对树木 枝叶茂盛的形容 用作人民的寓意是 孩子能成长为晴天巨树 家国人民枝繁叶茂 因此史皇同意居此名 显然对此子寄托着无限的期望 被寄予厚望的扶苏 也没有让史皇失望 少年时的扶苏就表现出过人的机制 和悲天悯人的胸怀 成年后的扶苏 经过幼年时的父亲的宠爱 十几年读书名里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帝国接班人 但史皇历来奉行法家思想 而扶苏怀有一颗仁义之心 仁政和德智的治国理念 这样父子二人在治国理念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最严重的一次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扶苏认为父亲为重 方式过于残暴 而史皇却觉得扶苏缺乏主见 性格软弱 这样扶苏就被流放到了偏远的北方边关 和大将军蒙田一起 被流放也就罢了 或许过段时间就会被召回京师 谁知道这一等就是两年之久 而且等来的还是一封 刺死赵书 在达到赵书的那一刻 扶苏的心就已经死了 尽管蒙田提醒他 赵书存疑 复审之后再做安排 但精神崩溃的扶苏还是选择了拔剑自吻 扶苏作为史皇的长子从小备受宠爱 但随着长大后政见不一 父子二人关系一不复又是亲厚 再加上被原派兵官 根据扶苏看到赵书后的反应可以推断 两年多的时间里 父子两人没有通过书信 没有互相交流和沟通 在扶苏的心里 父亲早已经抛弃了他这个儿子 他已经没有理智判断赵书的真假 只剩下了满满的失望和伤心 这是阴差阳错的误会 要说他们之间的矛盾只有正式 在统一六个的过程中 法家思想无疑是最有效的 但是当天下一定需要守住江山的时候 法家思想就不一定适合了 史皇也明白这一点 但治国理念和思想的转变 以及国家政策的调控也需要一个过程 史皇家人正寄希望于下一代 即复苏 内和坑儒事件紧急关头 复苏作为儒家弟子直言禁见过于激进 得罪人不说还可能遭到大臣的排挤 而保护他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制得远远的 即北部边关 北部边关为军事重地 驻扎着三十万大军 距离咸阳较远 也急需有一个自己人监督才放心 于是 复苏就被派到了北部边关 虽然远离京师 但是在北部边关 每日和士兵们在一起 可以锻炼复苏 吃苦赖劳的精神 练兵视察 可以加强复苏的军事指挥能力 和大将军蒙田日日相处 可以亲厚彼此的感情 培养复苏的得力亲信 每一方面似乎都是在为复苏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以此看似边缘化的流放 实际隐藏着一位父亲 千古一帝对儿子和继承人的厚望 内和赵高里斯当人把持朝政 一封继位诏书 变成了次次诏书 从此历史被改写 使皇对儿子的爱也被改写 无论后人再样评说 都已无法改变 付出在伤心绝望中自杀的结局